自1997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 到今年推出的最新专辑诗语者 这18年见证了Tanya蔡建雅的实力 和在华语乐坛的成就和地位 然而英语歌手出身的她 曾经在华语音乐的道路上 遇到不少困难与挑战 不能说我完全不会中文 因为我们新加坡是双语言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的中文成绩是非常非常好 但后来去了中学以后 大家就Speak English That's the coolest thing to do 所以后来就有中文完全忘记 所以第一次知道要做一张中文专辑 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情去做 但是是有点狼狈 因为有些字看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困扰 因为我爱上了唱中文歌 但是我连在访问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用中文去跟别人交谈 或者表达自己 蔡建雅从对华语乐坛的陌生 到一手包办创作国语专辑 并成为台湾金曲奖 唯一三度加冕丰厚的新加坡歌手 凭借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4与2015年 她受邀担任中国好歌曲 唯一来自新加坡的女导师 与刘欢 周华健等歌坛大将 共同推广中文原创歌曲的创作 也间接提升了新加坡艺术圈 在中国的知名度 我自己就是我会拿那个microphone 这个也挺好 充满激情和深具社会使命感的蔡建雅 还在2014年发起了 Project Women as One 女生团结音乐节 聚集了三位分别来自两岸三地的女歌手 同台现场所筹得的款项 汇集大中华地区的众多弱势妇女和儿童团体 蔡建雅从华语不通到掌握号华文 并通效双语 透过双语跟世界各国的音乐人沟通合作 增进了新加坡音乐人 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我个人会觉得说 懂得语言就是懂得怎么表达自己 而表达自己是一个 我们人最基本需要有的一个功能 特别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 就是从英文到中文音乐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让我更加的体会到 拥有这个语言能力的时候 你会活得很自由 你会活得很轻松 你会活得自信 我觉得自信很重要 Do it for your future Being able to speak fluently is such an asset to yourself That is the best asset You can't deny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now And I think as Chinese We should be proud of our heritage And because it's a beautiful language It just makes you feel good That you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